各位学员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来一起学习2021年度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会计这门课程的冲刺串奖班次 作为冲刺串奖班 就是一个字 冲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第一章的学习 首先来看第一章 耸论 耸论这一章 核心考点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呢 是关于会计 基本假设和会计基础 这个考点呢 偏重于理论 不是不考 考过 曾经考过 但是可考性不是很高 那么第二考点是 会计信息只能要求 因为会计信息只能要求 它总是和实物联系在一起的 相对来讲 它的科考性要高一些 第三个点 是关于快递要素 及其确认与计量 相对来讲 它也比较重要 特别是对于快递要素中的 资产要素啊 收入要素啊 特别是对利得和收入的边界划分呢 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还是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总体来讲呢 这一章如果在考试中出现的话 假设我们单纯考在第一章 如果有分出现的话 通常二分左右 够二分的是一道题 左右是说不够二分的 可能成为有关客观题目中的一个选项 或两个选项而已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 第一个考点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作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有八个内容 这八项信息质量要求呢 并不是散乱的八个 它们之间是有内在关联性的 总体来讲 先把这八个要求分成两个方阵 也可以叫两个模块 一个叫首要信息质量要求模块 一个叫次级信息质量要求模块 在首要的信息质量要求模块里边 它包括了可靠性 相关性 可理解性 和可比性 这四个信息质量要求 而次级信息质量要求里边呢 包括了 持之重于形式 重要性 谨慎性 和及时性 这四个信息质量要求 总体来讲 次级的信息质量要求 是对我们的首要信息质量要求的 一个补充和说明 你比如说 我们强调 可靠性和相关性 有的时候 过于可靠的信息 一切已成事实 可能与我们的决策的前瞻性差一点 相对来讲有用和相关就不足了 那么你过分的强调有用和相关 可能可靠性又会有所欠缺 怎样才能做到可靠与相关的一个中和 或者是均衡呢 此时我们要启动 即时性 即时性信息者要求 可以对可靠与相关性进行制约 对两者起到一个均衡的作用 你再如我们强调的是 可理解性 作为可理解性本身来讲 它不仅仅要求你的信息提供人本身 提供的快递信息要清除明了 便于理解 同时还要求我们信息使用人 要主动的去研究学习会计信息 否则的话 一方主动的给你提供清晰明了的信息 但是你消极的应对 你不主动去学 恐怕也难以做到一个可理解 这个可比性信息呢 它包括了横向可比和纵向可比 横向可比是指 不同的企业之间我们采用的会计政策 应该是一致的 这件事是由国家统一的会计政策来完成 只要你是企业 我们都要选择统一的制度准则 实现不同企业之间的横向的会计处理的信息的可比 那么纵向可比是指同一企业的 前后各期采用的会计政策 应该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但是可没让 没说不让变更 如确有必要时 也是可以变更的 那么这上述四个属于 首要的信息质量要求 而次级的信息质量要求里面 刚才说了 即时性 它会对可靠和相关起到一个制约 另外的三个信息质量要求呢 他们都强调了职业判断 所以这三个信息质量要求 你别看是次级的 他们却在我们注册开始考试中 比我们这首要的更容易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实质重于形式 这里的实质是经济实质 这里的形式是法律形式 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不仅仅是要看它的法律形式 更重要的是看它的经济实质 在经济实质的运用中 比如说著名的经典的反向购买 大家老担心这个考 其实考反向购买也没关系 反向购买的实质 我们必须要从它的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去看 看看在反向购买中 谁是真正的会计上的母公司 谁是真正会计上的子公司 会计上的子公司 也就是法律上的母公司 会计上的母公司 就是法律上的子公司 所以这里用的就是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特别是一旦你认定 谁是我们会计上的子公司了 它在编合并报表时 要用它的各项资产负债的公运价值进入合并报表 而如果你一旦认定 它是我们反向购买中的 会计上的实质的母公司的话 它进入合并报表的话 用的是它各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可以说我们给它认定的身份不同 它在我们反向购买合并报表中 各项资产负债的合并待遇是不一样的 你别看这实质重于形式 在我们的教材中可以说 很多地方都有 大家要注意总结 作为重要性行政要求呢 它要求我们要进行职业判断 重要不重要 我们要从这个性质数量金额角度去看它 特别是我们说这是出于成本效益原则 在我们的教材中 凡是强调 为了简化 我们往往是出于重要性 也就是说 如果一件事可以复杂去处理 可以简化去处理 我们选择了简化 这叫重要性新市场要求的体现 但是反过来 如果说你无法做到复杂 你只能简化 那不是重要性新市场要求 那是你不得以而为之 我们要去分开 你比如说 我们在政策变更时 没有会计资料可以支撑 无法进行追溯调整时 只能用未来试用 这时候不是出于简化 是说你无法追溯 你不得不进行未来试用 我们说这叫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你只能未来试用 这不是重要性新市场要求 通常来讲 可复杂可简单 你选择了简单 这才是出于重要性的新市场要求 那么谨慎性呢 我们要注意 不能高股资产和收入 也不能有益的多计费用和负债 如果你有益的多计负债 多计费用 这也是不允许的 这叫记提了秘密准备 像这样些内容呢 经常和食物内容结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呢 平时我们要把这些内容 跟食物的结合 要多多进行总结和归纳 我们再看 第二个考点 关于要素中的收入要素 收入要素 它的最本质 一句话 是导致所有的权益的增加 那么收入 按照我们后续的收入准则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收入是源于合同的收入 而合同是什么 合同是权力和义务的对立统一 也可以说 合同是权力和义务的复合体 那么我再问大家 合同中的权力 是我们会计中的什么 是我们会计中的资产 合同中的义务 是我们会计中的什么 是我们会计中的负债 我们签合同的时候 合同中的权力和义务 是相对并相等的 那就意味着 我们会计上的资产和负债 是相等的 如果资产和负债是相等的 用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的公式 这么一推导 当资产等于负债的时候 所有者权益 它就是零 这就说明 签合同时 假设没有履行义务的话 所有者权益为零 它就不会有收入 因为收入的本质 是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呀 诶 你从收入定义里 要看出这个理念 那有人会接着问 什么时候我们才确认收入呢 确认收入时 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是你履行合同义务 因为你随着合同义务的履行 义务就会减少 义务一减少 负债就减少 当资产等于负债加 所有者权益 负债减少 资产不变时 所有者权益自然会增加 有人问 为什么负债减少 资产却不变呢 因为合同的权利 是事先确定好的 而义务是你不断履行中的 权利不变 义务减少 相当于资产不变 负债减少 所有者权益就会增加 因此我们真正确认收入时 必须是履行义务时 也正因为这样的理念 大家想一想 我们收入五步法 便由此产生 收入五步法的第一步是什么 识别合同 第二步 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业义务 第三步 确定交易价格 第四步 把交易价格分给各单项履业义务 第五步 关注每一个单项履业义务的履行情况 看它是时段履约还是时点履约 时段履约按着履约进度来确认收入 时点履约在时点上确认收入 其实这五步法 无非就是义务的履行情况吗 当然你必须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上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收入 其实是源于合同的收入 那么利得是什么呢 我们单纯从定义本身来看 利得与收入的区别在于 收入是日常活动 利得是非日常的 但是无论收入还是利得 都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都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 只是说一个日常 一个非日常而已 对于利得和损失 我们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直接进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 一类是进入当期损益的利得 现在进入当期损益的利得 已经不太好区分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进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 通常专指的是谁 OCI 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OCI 在我们整个注册会计师考试里面 他简直就是一颗闪耀的明星 对不对 我们随处都可以遇到他 他身上的故事可太多了 我们一定把OCI 把这其他综合收益有关的事情 要把它梳理出来 要进行总结和归纳 我们来继续看 作为快递要素的计量属性 及应用原则 从计量属性来看 我们是五大计量属性 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 可变境之限制和供应价值 但是有时候 它们之间 也是互相混搭的 混用的 举个例子 当我们说可转换公司债券时 还记得不记得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一件事是分拆 假如你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 用你的发行价格 减去你负债的供应价值 剩下的就是其他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你在算负债的供应价值时 用你将来支付的利息和本金折现到今天 我们请问 你的负债供应价值是谁 就是你未来流出经济利益的限值 而你说的是供应价值 我们却用限值来代替 所以有的时候 限制和供应也未必就是截然分开 所谓的历史成本是取得或制造某项 财产物资时实地支付的现金或其他 或其他等价物 而重制成本是当前市场条件下 重新取得同一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可变现价值是估计的售价减制反供应要发生的成本 再减着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税金 而限值是对未来流量折现后的价值 在这五个计量属性中 我们可以把历史成本和供应价值看成是两个极端 强调过去可验证实地发生的那叫历史成本 强调对将来相关具有决策支撑效果的那是供应价值 历史成本侧重于过去 供应价值侧重于未来 两者可以看作是两个极端 在这五个计量属性中 限值是唯一考虑时间价值的 可变现价值 应用于存货的期末计量 重置成本在盘盈资产时我们才使用 这些特点我们都要抓住 通常来讲 我们对于各项资产的确认计量 我们说的是企业 我们用的是历史成本 但是我们也有些时候是用供应价值的 使用供应价值通常是有条件的 你比如说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它有成本模式和供应价值计量 那么投资性房地产采用供应模式计量时 它必须满足市场上的供应价值能够持续可靠的取得 上述这些内容 大家要做一般性的掌握 对于供应价值 我们后面专有一章叫供应价值计量 是第29章 作为供应价值呢 首先我们要把握它的概念 是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 所能收到或转移向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这里其实说的供应价值还是脱手价格 跟我们平时所说的交易价格并不是一回事 只不过现实生活中 有时候你的供应价值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交易价格 所以我们就把供应和交易价格看成是一体的 事实上交易价格是个进入价格 而我们强制的供应价值呢 它却是一个脱手的价格 好 那么上述就是我们第一章的有关陶典的内容